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美国多州力争叫板新入境限制令 参与全美无富与日就金山千人集会 欢迎收看3月9日的凤凰美洲新闻 新闻首先带您来关注 美国总统特朗普新版的入境限制令 再次受到了法律的挑战 继夏威夷州政府之后 再由纽约和华盛顿计划入饼 华盛顿州的检察总长福格森9号表示 将会要求西雅图联邦法院法官确认 法庭早前针对原有的入境限制令 而颁布的暂缓执行令 可以延伸到新版入境限制令 福格森相信暂缓令仍然有效 而且法律效力可力延伸 他说虽然新版入境限制令 针对的人相对较少 但也不会致爱州政府 以法律途径做出挑战的能力 纽约州检察总长 斯奈德曼也表示 会叫板美国总统特朗普 6号签署 有关入境限制的新版型政令 而在纽约市曼哈顿的 移民和海关执法局门外 多名政府和宗教领袖 连同数百人9号举行集会 谴责新版入境限制令 并且声援移民 夏威夷州已于8号正式提出诉讼 要求针对新版入境限制令 发布临时禁制令 即在司法审理结案前 相关条款不予施行 白宫发言人斯派赛9号回应 有信心新的禁令 禁得其法律审查 新版入境限制令 定于本月16号生效 规定在120天内 停止实施全球难民入境美国项目 90天内暂尽来自苏丹 叙利亚 野门 伊朗 索马里 和利比亚六国公民入境美国 法卫视 风华报道 国际妇女节当天 近千为女性代表 在旧金山市政府门前集会 想应全美一天 无妇女日号召 呼吁男女平等 所有女性当天不上班 不消费 今年的妇女节与往年不同 除了呼吁女性争取平权 男女同工同筹外 批评新任总统特朗普 也是活动重点 如今 旧金山市议会中 女性议员首次超过男性 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 佩洛西的女儿 也来到现场为女性打气 还有女性选择纹身 来庆祝国际妇女节 全美一天 无妇女日是华府女性组织发起 特朗普宣誓就职次日 就举行过大规模示威活动 他们号召妇女节当天 女性无论是否有报酬都不去上班 一天不消费 穿红色衣服表示团结 但有华裔移民认为 如果时刻将女性权益和政治倾向 密切相连 就属于矫枉过正 妇女节 女性应该享受福利 不上班 不做家务 购物 娱乐 可现在呢 呼吁女性 罢工 不消费 这直接和政治挂钩了 防卫市刘海平 旧金山报道 今年时至加拿大建国150周年大庆 全世界历史最悠久的 离岸烟花表演 温哥华国际烟花节 将为在温哥华的加拿大建国庆祝活动 增添绚嫩的色彩 温哥华烟花会演协会 日前在协评世博中心 举行第27届温哥华国际烟花节 本田光之庆典的新闻发布会 公布今年的光之庆典 将于7月29日正式拉开序幕 当天率先登场的是 日本阿卡利亚Fireworks 随后8月2日 由来自英国的Jubilee Fireworks表演 加拿大Royal Pyrotechnic 将于8月5日压轴演出 三场烟花庆典的时间 和往年一样于晚上10点开始 预计每晚将会有超过40万名观众 观看本次的光之圣典 三天观众总人数将达到100万人以上 为庆祝加拿大150周年 今年的加拿大队烟花表演背景歌曲 将由民众公投选出 民众可以通过Facebook投票选书 三首竞演歌曲 并在8月5日加拿大队的表演当中听到 自90年代初以来 一年一度的温哥华国际烟花节光之庆典 是BC省最具规模的夏日盛市 而且已经成为全世界历史最悠久的 里亚烟花竞赛 每年各参赛国家都拿出自己最顶尖 最新研发 最新设计 最炫敏的烟花 力图为观众献上最灿烂 最难忘的记忆 去年三天的会演 就吸引了超过100万人到现场欣赏 凤凰卫视 气文方苏一航温哥华报道 广告过后我们来看更多的消息 感谢回来 我们来看今天来自美国各地的简讯 根据国土安全部的报告显示 在总统特朗普执政之后的第一个月内 穿越美国和墨西哥陆地边界的 非法移民人数减少了40% 国安部长凯利说 非法偷渡趋势是根据美国海关 和边境保护局 在南方边境地区逮捕的数量 做出的统计 数字显示 一月份共逮捕的偷渡客 为31578人 二月份则下降到18762人 一般情况下 海关和边境保护局通常看到 二月被逮捕的人数 与一月上升的比例为10%至20% 凯利表示 自从政府实施加强移民执法的行政命令 逮捕和偷渡活动都下降到 近五年来的最低月份数字 凯利强调被逮捕人数下降 显示的变化趋势 意味着将自己的命运交给偷渡舌头 而冒巨大风险的人数减少 美国多名白宫官员近日透露 总统特朗普将提名前尤塔州州长 2012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洪博培 为新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人选 目前因所谓俄干预美总统大选 美俄关系正处于非常时期 现年56岁的洪博培 曾在乔治布什政府时期 任美国驻新加坡大使 在奥巴马政府时期 任美国驻华大使 而其资深的政治和外交履历 可能会确保其轻松获得美国国会批准 洪博培最近曾担任 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会长 该智库对俄罗斯总统普京 以及修复与普京关系的计划 持强烈批评态度 另一据报道 洪博培已经接受特朗普的提名 不过洪博培的提名 仍需美国国会参议员的确认 总统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兰尼亚 今日宣布 4月17日将在白宫南草坪 举行一年一度的白宫复活节滚彩蛋活动 活动可凭免费票参加 13岁及以下的儿童及家长 可通过抽签获得免费票 白宫在声明中表示 有关活动的具体时间和抽签 领票信息将在本月末公布 白宫复活节滚彩蛋活动 始于1878年 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时期 此后成了白宫一直以来的一个传统 此前有人对第139届复活节滚彩蛋 能否在特朗普的白宫举行提出质疑 2016年白宫复活节滚彩蛋活动的主题为 我们来庆祝 以此来纪念奥巴马任期的最后一年 当时毕昂斯和JZ的名人的出现 令人们感到惊喜 加拿大方面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宣布 加国政府未来三年将拨款6.5亿加元 用于减少性别鸿沟 促进世界最贫困地区的妇女生殖健康和权利 加拿大官方的声明表示 这笔资金支持的重心将在于提供全面的性教育 加强生殖健康服务 以及对计划生育和避孕的投资 同时该国希望建立机制与程序 推动预防和应对包括强迫儿童早婚 女性隔离等性暴力和伤害行为 并且对安全合法堕胎 以及堕胎后获得卫生保障的权利提供支持 特鲁多在声明中说 世界上人有女性处于低收入水平 且几乎没有提升自我的机会 她们缺乏身体和生殖健康的法律保障 还要面对更高几率的性骚扰性虐待 在贫困社区 妇女享有医保的可能性最低 男友温饱 面对疾病时则最为脆弱 因此家国政府会继续把性别平等 性别权利 以及为妇女和女童父权 放在国际发展工作的中心位置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的关注一组来自两岸3D的短消息 黑龙江省东北部一处煤矿 9号发生火灾和灌龙坠落事故 约20人被困井下 据黑龙江煤监局报告 事故在当天下午发生 火情已经扑灭 出事煤矿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的双压山市 当时井下共有273名矿工 灌龙坠落后约20人被困 其余工人安全申请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局长杨焕宁 国家煤矿安监局局长黄玉智 立即部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 要求黑龙江安监局 煤监局协助地方政府 全力救助被困人员 核清事故情况 防止自身事故发生 一年一度的香港花展 由10号至19号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 今年花展是香港特区成立20周年的主题活动之一 并将首次在夜间展开灯光音乐多媒体会演 花展有超过240个来自17个国家的机构参加 共将展出约35万株花卉 今年的主题花卉是玫瑰 由四万朵玫瑰花打造的大型展品 瑰丽真情 由不同角度展现玫瑰浪漫高贵的面貌 并通过爱情鸟雕塑 凸显出这届花展爱赏花的主题 主办方表示 大会在展览期间将同时举办多项教育娱乐活动 除了文娱表演 花艺示范 摄影比赛等等 还将邀请长者中心与福利机构前来参观 台湾国民党中央委员连胜文 2014年挑战台北市长宝座落败后 依据后悔有期引发政坛无限想象 当初帮连胜文打选战的年轻幕僚 其中有五人计划抢攻党代表选举 包括曾任连胜文办公室发言人的钱振宇 秘书尤书惠和林鼎超 现在协助詹启贤打选战的黄建豪 以及市议员吴志刚办公室主任马志刚 近日他们在个人的脸书上 换上正式的形象照片 立刻引发外界关注 投入党代表选举的联系子弟兵 都是40岁以下的青年 若未来五人都能当选 不仅能延续联系政治香火 未来发挥的战力 也有助于连胜文打选战 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柯文哲 不愿多表态 只强调不会让自己的幕僚参与选举 凤凤卫视综合报道 好 继续过后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消息 另外在财经方面 美股三大指数周四是几乎平盘作收 油价下挫利空能源股 一度拖累大盘小幅下跌 但银行上涨尾盘带动大盘回账 投资者观望将在周五公布的 美国非农就业数据 周四是美股牛市八周年的纪念日 三大指数在平盘开出之后 都在五盘游升转跌 但最后是以非常微幅的涨幅收盘 市场主要是在消化重要的经济数据 以及近代周五即将公布的 二月非农就业报告 在美股估值已高的情况下 市场谨慎观望的情绪相当浓厚 当天美国的就业和通胀数据 都支持美联储在下周加息 美国二月份的进口物价 环比上升百分之零点二 是连续第三个月上升 美国上周首次申请失业 救济金人数则从四十四年的低点反弹 上升两万人到二十四点三万人 不过仍然是连续第一百零五周 低于三十万人的水平 目前期货市场预期 美联储会在下周宣布加息的几率 已经超过九成 加息预期继续推升美债收益率 并抑制金价 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 已经连涨七天 升破了百分之二点六 金价则连跌了八天 现在已经逼近 每盎司一千两百美元的关卡 欧洲央行决议维持利率和QE规模不变 符合市场预期 欧元走强也让美元指数下跌 房地产类股则跌幅最深 达到百分之一点二八 不过当天最受瞩目的 还是能源类股 国际油价当天持续跌势 美国系德州游游期货 当天已经跌破了五十美元的关卡 创下去年十一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一度拖累能源类股下跌 约百分之二点五 但之后跌深反弹 不过近年以来 能源类股整体已经下跌 约百分之八点七 成为十一大行业类股中 表现最差的类股 富王卫视李卓军 纽约报道 我们来关注今天世界各地的 全球财经指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卓军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的 全球天气情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卓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卓军 以上就是这节新闻 详细的新闻内容 请登陆凤凰新闻微信平台 感谢关注 凤凤凤凤凤凰美洲新闻游 劳力是华人独家代理 李新华翡翠金城 Stay Farm在不顺时保护你 顺遂时帮你省钱 让你稳健一生 联合赞助播出